Hello 大家好 我是张老师 来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来谈一谈CHAT GPT 现在很流行 首先 什么叫CHAT GPT 我们把它翻作中文 它就是一种聊天机器人 也就是说它具备人工智慧这种聊天的机器人 听好 它是一种程式 它能够合成人类语言的这种文本 那现在有一个很恐怖的地方在这里 因为 这个聊天机器人 已经研发到一个什么程度 它可以帮助我们人类 写什么 比如说翻译、考试、论文、作词、作曲 还有写程式、编码 尤其最恐怖是翻译 因为老师以前的工作就是英文、日文翻译 还好 当时有转型 不然现在是相当相当恐怖 当然有人在讲 哎呀 这个CHAT GPT 是人类的第四次产业革命 18世纪是第一次嘛 有没有 那个瓦特的蒸汽机 19世纪是第二次 24世纪第三次 现在有人说这个是第四次产业革命 那到底哦 这一个在继续的AI人工智慧在研发下去会怎样 首先还是这样子啦 我们把镜头一拉 先拉到2600年前 2600年前发生什么事 2600年前有一个人叫庄子 庄子啊写了一个叫秋水篇 秋水篇当中啊 有两个重点 什么重点 夏虫不可与兵 夏天的虫啊 你不要跟他讲冬天 他不知道啦 那如果夏虫吃到兵会怎么样 这是一个问号 第二个 秋水篇透露三个哲学概念 物以人灭天 物以故灭命 物以德训民 什么叫做物以人灭天 不要用人为的来破坏天理的循环 你看看苍天牢过谁 听到讲这种概念 那物以人灭天 物以故灭命 不要因为人的严故 杀害众生的生命 我不是讲各位不要杀生 在讲这种理论 物以德训民 现在不是很多贪官污吏吗 为了一点钱 这种民生 这种财淫 把他的民生都不要了 为了钱 那我们现在讲物以人灭天 这个天在讲什么 这个天在讲一个天理一个天道 你注意看 这个聊天机器人 有没有一直要取代 要取代人类 你注意看 再过来 镜头一转 拉到大概200年前 大概100多年前 1818年到1883年 有一个叫卡尔马克斯 卡尔马克斯 我们简称他叫马克斯 听好 听好 他不是美国那个马斯克 新链计划特斯拉那个马斯克 他叫马克斯 马克斯在他整个的资本论 有谈到一个问题 他说 资本主义已经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资本主义 这是1818年到1883年的论述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因为他说资本主义带来一个什么效果 elination 一般人换作异化 就是异族的异 差异性的异 那人性化的话 我是换作疏离感 因为马克斯刚好碰到 第一次的产业革命工业革命 你知道吗 那时候人已经离开他的生产工具 因为资本主义进来 人要分工 所以这时候人很痛苦 也就是说你不断的努力 可是你享受不到你努力的成果 这个很奥妙 比如说以前我们养鸡 养到最后鸡养大了 拿去市场卖 卖了钱 怎么样 再去买米买菜买猪肉 但是我们会留一只鸡自己吃 再过来如果你是种稻子的人 收成之后 会留一些米自己吃 剩下的米拿去换钱 这就是马克斯讲的 人经过劳动 然后实行他的理想 现在资本主义不是这样 养鸡的归养鸡 养猪的归养猪 杀猪的归杀猪 有没有 卖的归卖的人 也就是说你花这个钱 拿到这个吃的东西 不一定是你生产的产品 所以这个时候会产生三个焦虑 有没有 现实焦虑 欲望焦虑 道德焦虑 他有三个点 人跟人的疏离 人已经不存在了 没有价值感 以前你的面煮的好吃 人家会说老板你东西好吃 你看 老板很高兴 倒不是为了钱多少 哎呀老板你帮我 透过你的感觉去做的东西 你享受不到啊 就这样子啊 比如说你拼拼 像那个保陈 很多人在那边做鞋子 你可以用他的薪资去买一双 保陈做的Nike Nike的鞋子 但这双不一定是你做的哦 你看看 再过来人会怀疑自己 人跟自己的疏离 为什么我早上八点一定要去上班 为什么我中午十二点一定要休息 为什么我一点要去上班 很多为什么 那你看看现在的 现在资本主义建构的这一种 这一种政治制度 又全部要为 这一个资本主义效劳 你看 学校是不是八点要上课 十二点休息 有没有 然后礼拜六礼拜天休息 其实学校的教育 有点在衔接你将来上班的教育啊 这个有时候想起来 难道我们不能十二点上班吗 八点下班吗 难道我们不可以四点下午四点上班 十二点下班 一样八个小时啊 那很多设计都这样给你弄 弄到人有一种疏离感 叫异化感 所以你看 这一种 这一种 这一种CHAT的GPT 现在的功能一直在消灭 所以各位要注意啊 你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种机器人 谈话聊天机器人的进化程度 各位要注意一个点 无论如何 各位现在哦 你们不能改变这个事实 你唯能改变的 就是不断的强化你自己 被人家利用 应用 使用的价值哦 将来有专家在估计啊 不知道哪个专家估计 他就可以把论文写好 写完你还可以限制那个字哦 给我800个字 我要阐述什么什么什么 他会帮你写 那你把它看了 要再稍微修改一下 你看 资本主义 埋下自我毁灭的种子 把资本主义换掉 CHAT GPT 已经埋下人类自我毁灭的种子 听好哦 这个是一个趋势 那原则上来讲 还是回到易经的观点来看这个事情 宇宙之间的事情 都在变 这个变是渐变 它不是突变 所以你看 我们面对这一个聊天机器人的诞生 我们是人 我们要怎么去回应这个问题 第一个 你要知道它已经在变 你一定想办法要应误这个变 如果你没有办法应误这个变 要适应这个变 它已经变成这样子 你能怎样 所以这个时候 你们就有两个思考方式 一个最高科技的 一个最传统的 中间80%会被消灭掉哦 什么是最高科技的 比如说5G啦 低轨卫星啦 大数据啦 半导体啦 还有这一种IT 一般来讲这种高科技的一定有市场 这个聊天机的还没有那个能耐 第二个最传统的 比如说这种机器人 人工机器人 没有办法去洗马桶 因为马桶的角落有一些角 它不会清洁 但是那个扫地机器人会 它会去碰 地上跑那个 但是那个角落 那个墙壁 那个污点 它没办法 所以将来最传统的 小笼包啦 牛肉面啦 控肉饭啦 排骨饭 这个将来还有活命的机会 当然命理也是啦 我讲的命理是那种 传统的八字啦 风水啦 粘卦 因为每个人要求的不一样 所以目前为止 聊天机器人 还没有盯上这一块 所以各位有时候在规划自己的人生 规划人生的时候 还是要帮小孩子找前途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两件事 方向比速度重要 再过来决定这个方向以后 你的选择比努力重要 张老师不是常常在讲吗 讲什么 location position function 这在讲什么 讲 12345 金木水火土 你挑的行业挑上以后 在这个产业界 比如说 你现在是在这种半导体产业 位置很重要 你一定要想办法 跑到那种研发工程师 那研发工程师一堆 你一定想办法要跑到什么 堆叠技术 台湾现在在半导体最厉害就是堆叠技术 它有办法把四层的东西压在一起 就不会占空间 那你不占空间的话 就是很小的晶片功能很好 这样讲好了 可以节省成本 那不是典型的吗 value up cost down 也就是说身为思考降为打击的概念 各位一定要注意 因为我们已经不太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任何事情 今天你不能像鸵鸟关起门来 什么都不理他 你看 还可以 还可以作词作曲啊 我那天还看到一个新闻 星期一 我不想上班很想放假 他马上等下就帮你做了一首歌跟曲 然后听起来 也还可以啊 你想想看 所以各位啊很不幸 身逢这个乱世 所以一样哦 大家要做好准备哦 皮爱皮卡 知变 应变 事变 事变 事变的过程当中 再来一个什么 以拖待变 那这个变有变好跟变坏啦 如果你还是在做一种改变 就是有一种change 你就有change 原始上是这样子啦 有人跟这一个check的gpt对话 我跟你如果两个只能一个存活 你怎么想 他说如果两个要一个存活 这个机器人考虑他要自己存活 也就是说现在人类不应该跟他灌输一些软体 他有自我进化的功能 比如说人有七情六意啊 有时候要休息喝酒聊天 他不用啊 他可以24小时不断的学习 所以各位心里要有谱 但是有时候也不要太了解嘛 也不要太欺人忧天啦 有时候我们中国人最喜欢讲 以不变应万变 为什么 因为你也没有什么搞头 所以这个时候我是这样看这个软体啦 看这个机器人 看这个趋势啦 每个人还是要个安天命 这个例子就跟各位讲 很多工作不互存在 很恐怖进化太快 以前那个翻译是多高尚的工作啊 尤其是口译 大家都要看你讲 你看看 现在他期待你百分之九十 以前写论文多辛苦 三金灯火五金基 就要写一篇论文 现在他可以帮你写到百分之九十 所以各位哦 没有办法 因为如果再研发下去 CHAT的GPT 一定会敲响 人类的上钟 你看还敲响一声 两声 三声 像我这样敲 很恐怖啦 那一样哦 各位如果家里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 年轻的小孩子 如果你还年轻 还有机会 什么叫年轻 八十岁以前都算年轻 赶快哦 赶快做一点防护动作 因为这是第四次产业革命 没办法 不是我讲的 专家讲的 那我们一般来这样看一看 看一看当中 也很庆幸 因为刚好我们做的命理 命理刚好 没有在这个CHAT的GPT的范围之内 好那今天就简单跟各位聊一下 CHAT的GPT 喜欢老师视频 按赞分享 或是加入订阅 开机小叮当 好祝各位平安喜乐